豆腐这样做鲜香入味特别的下饭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今天准备的是一块嫩豆腐 先从中间把它切开 然后再切成片 切的时候薄厚要均匀 这片的斜中间再切成三角形 切好的豆腐先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小把干木耳温水浸泡 把木耳泡发 清洗干净的青红辣椒切成短 蒜和葱切成蒜末和葱花 再来准备所用的料汁 一勺生抽蚝油 适量的鸡精白糖 一勺淀粉 再加上拌碗水 搅拌均匀 这样料汁就调好了 热锅凉油 倒入焦好的豆腐 小火煎制 煎制定型的时候 轻轻的黄炉锅 使出热均匀 一面煎制金黄 翻个面 两面都煎制在金黄色 把它盛出来 另起锅倒油 放入葱蒜末炒香 再放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加入辣椒末 大火翻炒 放入煎好的豆腐 淋上调好的料汁 大火再翻炒两分钟左右 每次做这个豆腐 两碗米饭都不够吃 特别在下饭 喜欢吃豆腐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试 感谢支持 下期见